大家好,我是凡华社长,今天是7月29号 全力的游戏几乎每一季的第一集都会有大尺度的黄色和暴力峻头 这一季的第一集却打破常规 还好这一集,编剧和导演不忘初心 让我们明白HBO出品,色情和血腥只会迟到,却从不缺席 好吧,老规矩现在介绍剧情,再说说我的心得 雷电交加的雨夜,龙丝岛 龙母跟手下在讨论下一步的战略 拥有独捕天下的武力 征服Vestus的七大王国只是时间和以合纵方式的问题 是蛮力强攻挡我者格杀,还是攻心为上兵部血刃 显然龙母和小恶魔都不战场用焦土战略 如果能取得其他王国的支持 推翻色西,登上铁王座将轻而易举 并能大大减少平民的伤亡 幸运的是多恩和提尼尔两大家族通过八爪蜘蛛联系 已经答应跟龙母联盟 八爪蜘蛛把这些归功于龙母 自己辅助过三任国王 见证他们玩弄全力 残暴对待苍生而倒台 只有以百姓利益为重 心系苍生的真王 才会四方臣服万民爱戴 话音刚落,是从来报 有人来觐见 原来是红袍女 跟龙母会面带来一个消息 北方的雪落实力强大 根据光之王的预言 将会在未来天下争霸起到重要作用 龙母听完霸气的命令 小恶魔飞鸽传书照见雪落 就这样 回归大陆没多久的龙母 搅动各方势力 那些对瑟西敢怒不敢言的人 蜂拥投奔 良情折磨而息 贤臣折主而逝 军临城内 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 瑟西召集和谐地义的领主们 在朝堂上讲述封王时代 也就是龙母父亲的种种暴政 和龙母在奴隶湾烧杀奴隶主的暴行 借此激发他们的恐惧 以便共同对抗外敌 一种领主因为自身利益 选然被恐惧打动 但也很惧怕龙母三条巨龙的威力 瑟西承诺一定会找到击败巨龙的武器 第二天 多恩王国的爱拉尼亚和提尼亚家族的 荆棘女王齐巨龙四岛 两大家族对瑟西都有家仇血债 提出用巨龙火烧军灵 不惜一切代价 已经和龙母前一晚达成共识 小恶魔说出他们的方案 未免引起Westers领主们认为是外邦入侵 激起他们的身份认同感 而同仇敌忾 进攻的士兵必须同样是Westers大陆上的人 首先借助西恩姐弟舰队 把多恩家的士兵运到军宁城 然后对军宁围而不攻 断绝其粮草 假以时日 不用刀兵相见 自然就会开门投降 荆棘女王发问 全部用别人家的军队 龙母的士兵做何用处 小恶魔回答道 南利斯特家族的老巢在凯延城 龙母的军队将会围剿这里 失去后方基地的色西 将一无所有 当晚灰虫子迷伤带 面对明日的离别 戊土新生 二人朝夕相处 早就暗生勤述 心生越吐越多 以至于吐到床上去 这就是我开头说的大尺路镜头 有兴趣的朋友 直接跳到第28分钟 学城内的三母 看到灰灵病晚期的乔拉 得知他父亲就是前任守约人首领熊脑 出于对熊脑的尊重 死马当活马鱼 冒险用一本奇数上记载的方法 为他治疗 是否能完全治愈 本集中三不得而知 雪洛收到小恶魔的传书后 跟着收到了来自三母的传书 得知农金矿石原来在农师岛 决定答应小恶魔去农师岛 跟农母见面的邀请 明知此去有风险 但为了能得到杀死夜王唯一的武器 农金石 不顾北方领主们的坚决反对 把北京的指挥权交给三三后 带着几个心腹 踏上了南下的路途 海上西恩姐弟的舰队 西恩姐弟还有多恩的艾拉压尼 正在喝酒 侨侃着攻克军临后 如何分配战利品 突然传起一阵 外面火箭纷飞 四幽轮的舰队 伏击了他们 由于毫无防范 顷刻间幽轮登船 虽然拼死搏斗仍然不敌 埃娜压尼的三个女儿死了两个 亚拉被擒 整个西恩舰队回忆一旦 西恩看着欧伦挟持姐姐 无人为力 四周人们的惨叫声和火光 唤醒了曾经被小薄皮虐待她的记忆 慢慢失去了斗志 弃剑跳入大海 自此第二期结束 这一集从剧情发展上没有什么亮点 主要人物的发展一如预料 军临城找帮手一起抗敌 学露也毫无悬念的跟龙舞曲的联系 上一集出现了幽能 果不其然的送上了大礼 消灭了西恩的军队 和多问家的几条沙蛇 可能编剧和导演也意识到了问题 应对的方法就是情节不够 色情来凑 下面我首先聊一聊两个心得 一 剧情走向男友大的突破 悬念不够 考验导演功夫的时候到了 所有的故事小说 开篇要比结尾容易下笔 人物的设计 情节的发展 挖坑吸引读者和观众 在一张白纸上 任理下笔 想象力才是你最大的敌人 等到剧情要收尾填坑时 如何做到前后呼应 人物性格一致 同时要兼顾必要的悬念 难度将是指数级增长 回看第七季 只剩下两条主线四个关键人物 夜王毫无疑问 最终肯定会被干掉 说来说去 就是看雪落 龙母 色西之间的生死去牛 但又不能一直把剧情推进的太快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支线人物 支线情节 时不时出来跟我们打招呼 比如上一集中的布莱登 还有猎狗 这集中彻底没他们的画面 包括乔拉治疗他的灰灵病这个情节 也不知道干嘛用的 可能在最后有那么一个关键时刻 要用他们的口说出某个关键情报 就好像一些电影里面 一些人中枪无数 倒地吐血 临死了遗言 留下当一些线索 让我想起了色雕英雄传里面江南七怪 一开始出场多么牛逼 直到桃花岛上被群灭 然后留下二逼线索 让郭靖黄荣误会 才死绝 这就是他们的作用 希望导演们就算支线情节 支线演员也能拍的出彩 给我们惊喜 二还有多少女演员的裸戏等着我们 戏肉所生不多 主线推进不能太猛 每一集都得要的噱头 那只有靠女演员们的艺术牺牲精神 据说上一季 农姆坦胸怒辱 火烧野蛮人首领那一集当天 某全球著名色情网站流量下降两成 从农姆色西 迷上带 有点滋涉的导演一个没放过 否则很快就会剧情里面死掉 就算你拍的裸戏 都不一定保证能留下来 一定不会留下来 结合上面我的分析 后面几集的色情戏 看来只会多不会少了 大家分析一下 后面还有谁会让导演看中 好了 以上是我对本集的心得 下面讲讲我的建议 或者换句话说 这么拍更符合我的口味 除了打打杀杀 我认为其实有比这更好的角度 上一集我的解说里面 军灵城那个部分 色西跟詹姆解释 他贪念权力是为了自保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前面六集 色西都是陪衬 这一集他的所作所为 才真正展示出权力的魔力 不管是谁 失去权力就意味着死亡 色西失去权力的保护 被小麻雀当众裸体游街 对权力又爱又恨 欲罢不能 从这个角度下比 比单纯的几个人物的 复仇格局更高 同时在这一集中 龙我感觉像换了一个人 看着他女王已经当出感觉 说话和看人 都带着霸气和咄咄逼人 红炮里提到雪落 他就要小恶魔召见 还不忘提醒 龙母可能会推翻色西 以天下百姓的名义 如果龙母登上铁王座 结果之后 沉迷于权力中成为第二个色西 将会更加发人身形 这才是真正权力的游戏 你方唱吧 我登场 全部都被权力玩弄 可能这几个人中 没有野心权力欲的雪落 才是最单纯的 但这样的人 恰恰一般都没有好结果 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好了 以上就是我看完第二集 想跟大家分享的 期待下周的第三集 到时候我可能会换个风格解说 希望大家喜欢 到时候见 拜拜